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独于你听》,我是陶老师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2024年让自己变幸福的五件事 保持灿烂笑容 比拥有一个万事如意的人生 更重要的是拥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 当你的心态好了,一切才会变得更顺 拥有乐观心态的人 在生活和工作中总是呈现出积极和热情的一面 这样的人工作起来更是得心应手 生活上也更有趣 反之,心态悲观的人常常起人忧天 患得万事 生活也因此变得一团糟 2024年请保持好心态 给生活一个灿烂笑容 人生之路自为鸟语花香 阳光明媚 坚持锻炼身体 运动和不运动 过的是不一样的人生 运动不仅能够强健体魄 还能改善情绪 能让你感知到生活中更多的幸福和快乐 以饱满的精神引接每一天 与其羡慕他人的好身体 不如从现在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 2024年 不论生活有多忙 都抽点时间去运动吧 你流过的每一滴汗水 都在塑造一个更有活力的自己 学习没有年龄界限 持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能力的人 才能在人生的赛场上跑得更远 有人说 让自己变得不可替代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 一种是把人人都能做的事情 做到顶尖 如果想要改变自己 就保持学习吧 不断更新自己的能力 你才能在机遇来临时 掌握主动权 多一份精进 多一项本领 就多一种选择 只有不断提升自己 才能始终保持竞争力 见识到更广阔的天地 多陪伴家人 当经历过生活的酸甜苦辣 我们才明白 最珍贵的幸福 不过九个字 有家围 有人等 有饭吃 并不是所有的天长地久 都能等得起来日方长 妈妈的眼角爬上了岁月的褶皱 爸爸的肩膀 也终不似当年宽阔 有些人 一旦错过就不在 有些事 现在不做 以后可能 再没有机会做 2024年 工作再忙 也请抽出些时间 陪陪父母 时间再停 也请留出些精力 陪陪爱人 孩子 人生真正能让我们 感到满足和安心的 不过是岁月静好 家人平安 既往不练 未来不拒 如果总是挽回观望 就很难走好当下的路 如果总是 其人忧天 又会无端滋生困扰 昨天和明天的太阳 都晒不干今天的衣裳 对待时间最明智的方式 就是 专注当下 别纠结 过去的 就让它过去 耐心些 再给时间点 时间 2024年 过好当下的 分分秒秒 既往不练 未来不拒 方不辜负 这只有一次的人生 感谢大家收听 今晚的读与你听 想要收听更多的阅读文章 请记得关注一下 陶老师的报告 祝大家好梦 晚安